英梅称,中国电池制造商民的时代,将在德国建造第一个欧洲生产基地,与跑马汽车达成供应理离子电池合约。 据路透社7月9日报道,欧洲欠缺自己生产用于电动车的理离子电池的能力,这一促使外界警告,这可能让其汽车产业有过于仰赖他人的风险。 宝马采购主管Marcus Deusman表示,该公司计划未来几年将从您的时代采购40亿欧元47亿美元的电池,其中有15亿欧元来自于德国东部新厂,您的时代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电池生产厂。 该公司表示,该新厂只是其在欧洲的第一部,您的时代董事长曾玉曲表示,希望供应欧洲所有的电池代工制造商。 若图林根项目能够成功,就将讨论其他的地点,您的时代工厂将创造约600个工作岗位,在2022年前,产量将达到14000兆80,您的时代2017年出货量为12000兆80。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,您的时代的投资是很好的一步,但表示不排除最后欧洲会与中国竞争,如果我们可以自己来,我就不会感到不安。 默克尔表示,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表示,希望您的时代的投资有助于带动欧洲电视科技的进一步投资。 Dewsman稍早表示,您的时代在埃尔福特的工厂,宝马也有部分投资,不过他与曾玉群间不愿透露具体金额。 Dewsman表示,宝马之前对电池引发进行了投资,但并未决定是否要自行制造电池。 我们并不排除这一可能,他表示,他也表示,宝马对目前两家电池供应商非常满意,但可能增加第三家,目前也正与八家制造商进行磋商。 您的时代图灵根电池生产基地将分两期建设,主要从市里离子变质的研发与生产,计划于2021年投产,2022年打产后将形成了4GWH的产能。 有万卫当地提供约600个建业岗位,电池生产基地制造的产品将为宝马、大众、戴姆勒、捷报路户、PSA的全球知名车企配套。 您的时代董事长曾玉群表示,我们选择了德国,我们希望将全球最领先的动力电池技术带到德国。 通过在欧洲形成本土化动力电池供应能力,我们可以进一步贴近欧洲客户,提供更为及时有效的产品解决方案,更好更快地响应客户需求。 图林根州经济部部长沃尔夫刚蒂芬则表示,您的时代的投资是图林根州过去十年以来最重要的投资之一,无论对于您的时代,图林根州,还是欧洲新能源汽车工业都意义深远。 您的时代成立于2011年,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,主能系统的研发,生产和销售,致力于为全球新能源应用提供一流解决方案。 2017年,您的时代粒粒子动力电池,出货量11.84GWH,全球动力电池市场占有率17%,排名全球第一。 据悉,您的时代近年加速海外布局,以保持优势竞争地位。 自2014年起,您的时代先后在德国、香港、法国、美国、加拿大和日本等地设立子公司。 2017年2月,您的时代投资3000万欧元,参股分了唯美的汽车有限公司,Velmet Automotive OY,获得该公司22%股权。 通过海外收购、海外生产基地、全球研发中心等综合布局,您的时代的全球化体系得以完善。 您的时代托林根州生产基地的建成,将进一步提升您的时代,在欧洲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。 您的时代总部电池生产基地、体验公图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하겠습니다。 好